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正明 也不算太小了 我觉得他也可以说老江 对 也不算太小了 来对着林丹的比赛 王正明在去年的大事赛当中是夺得了冠军 也是费尽了九雄二虎之力才赢了孙王虎 他踩林丹打得非常耐心 非常强 他也只打了两分 踢出来换球 所以在林丹他并不像纯年轻队员那种 上来就愣投进入鼓打 第一架管马力开得最大 他虽然是速度比林丹快 但是他还是有控制 他明显他把产生的 那个漆板的突然性 也逃不到什么便宜 哦 机会 这球有一定运气球 好久了 走上一个亭 好久了 走上一个亭 自己不用去电速突击 就能把这个电速突击 分数给咬住 你就拉不开 现在小明他的整个场上他的技战术都没有很明显的漏洞 所以说阿丹打他的时候是一个很娘 这球王正明防得不错 王正明是个还是非常全面的选手 对 所以你全面的同时了 你的身体的爆发力啊 这些潜能了就相对比较弱一些 然后林丹抓了一个机会突然的起开 他的现在他的进攻都是打的一个突然性 对 就是一排变速 嗯 打粉机 对对方打对方粉 但这个球是被王正明打粉 今天林丹的这个正手批的节奏 以前我记得林丹年轻的时候 他这个正手的记忆 现在不行 现在已经是 现在那些技术好的都被他给打下去了 都退役了 这里首先要有先天的条件 好 我来when我走 ここ在这里 这时候我走 我走 我走 我回来了 我们在嘴巴 我回来了 球出界这两个人是技术上的有优势 但是现在呢 王泽民在技术上有用 然后你说你的速度体能储备状态 开局到现在小明是把自己尽可能缠起来 然后再慢慢找机会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很沉得住气 非常漂亮的一台勾对角 下对方球的时候失误还是要尽量避免 失误还多 这种节奏落点限制对手 漂亮 我觉得他最低局肯定比分还是交替的上升 比如说如果说打到17比17和18比18的时候 就要考看经验 高调 对 造成林丹这个往前球相对比较被动 但是他都可以有机会 很高 要是全体的 不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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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高调 不高调 不高调 最近打到15比17这种比分 还是不得太多的控制 设计划 先跑 来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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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方便就是你 你的球太慢 难道没这个反击呢 超级好 这球我不发力的过度球都能造成以十五 其实这还是一个心理 他就是他能够利用上这些 那么年轻队员在这比十九这一分是王正明抓一个粉机 他挡完网之后林丹挑对角 然后他正手批杀 结果正手批杀那一块质量不够 让人家挡一个直线也还可以 他十八比十九他再抓下一分 他照样拿局点 但是接下来这一分他还是出现失误 后面三分丢了 我觉得小明看到了赢的希望 可是他不知道如何拒赢 对 是这样 最后这五分球基本也不是林家公司他 都是失误 都是资格打这个 这就是一个心理最狂 其实第一局打到最后就是一个心理最狂 林丹其实他心里也是像你说的 他很久不打比赛 面对着王正明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的高水平选手 他也不是很有底 也不如说我百分之百 对 奥优贵时候的一二零二十岁最后这分都是他很赶 反而我就执行下去有多大 很多人就是比较紧 自己往回收了一些 结果就输掉了比赛 所以这跟每个人的性格也有直接的关系 关键孙子看谁狠 这种狠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说的 你也可以放网 就让你就是你这时候只有在对方心理不好的时候 他才可能失误 就你给他选择给他选两个条路 他可能就有失误再来 你要是给他压力很大 他只有一条路可走 他可能还不失误 看林的那个球一过去 我就觉得黄正明 还有在过完的比赛 是不是每一经常打到过这种比分 对 在这比分下我赢了 和在这比分上 对 经常赢他的信念就很就强 如果经常输的话 他就不敢这样打 而且林丹的他确实他的天赋和他的训练基础是非常好 即使是现在面对这些比他小十来岁的年轻队员 年轻队员也不敢说你体能打打两个 但是现在就是王忠明心自己心里都在问自己 我有连班两局的可能 我觉得他自己都会在问自己 我连班两局的可能性大不了 我只是觉得如果现在小明第一局输得确实很可惜 他第二局会永远 我这局会不会怀疑自己 对 就怕这一点 对 其实我说的也不就是 你老问自己这个问题的话 你慢慢就做 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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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 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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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fort 好 在面对林丹这样的高手呢 得是从头到尾 年轻一个选手来说 尽可能少犯错 因为你一犯错误 林丹一得分 他就不用提速 我就保持这个速度 你分数我你也拉不开 然后关键分 林丹觉得我心里经验 肯定比你好 对方起码有四分 什么揭发球下网 对方一个人 他一个犯网没过呀 这都是没有什么 然后就这种推球 起码出点 因为你绝对没有这个速度 林丹肯定是这么小 所以你不可能赢我两局 这个心理状态就不一样 最重要还是 第一局没把握 有机会嘛 错过的机会不会再重新还给你 所以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这球如果是刚才的林丹 之前的林丹这球肯定打得很爆 因为他要打出一个坎 告诉对手 你已经完了 你第一局没拿下来 你这场球你就完了 他直接从头到尾 第二局 第二局到现在 他都打得比第一局更加的主动 积极 进攻的机会也多了 因为第一局他也会想 如果说我换成用第二局这种进攻 我会不会体力有点 就怕不够 所以他也一直把自己的整个身体的状况 缠着在 刚才我们说的那种狠 就是王门敏的那种狠 就第一局我是丢得很可惜 可能我也是赢不了两局 可能打到第三局也是你二平一赢 就是狠 就是赛场上这种狠 没有戏了 对不起 就是你这个跟林丹对抗 以后可能还不是这一场球 在后边可能你碰到林丹的机会还会有 那么这场球其实第二局打成什么样 是为你下一次比较做准备 你就算今天第一局是丢的可惜 但是第二局你要告诉林丹 下一次后呢 你要小心如果你第一局再是这种情况 我赢了第一局你就不好办了 你要给他这个意思 你下一次才会好打 我现在最怕的就是 年轻的运动员退役的比例 林丹还要走 等于现在就是这个一个无声的语言 就是好像林丹说 那我下次我只要拿你第一局 你就没戏 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你下次比赛你的难度又会加大 他有点一个批调 好 您等等表演一下 趁機其實這個多拍也消耗很大的體力 這個球可以不撲出去的 插插場接力 休息個三分鐘 再重新組織一下球 球這就是金眼 你看這個動作迴霸明顯是這樣的 這樣 其實從這場比這 對 那第三則水平跟林丹打 就打成系列這種局面 20比10 林丹的長點 你剛才說的這個問題也是 為什麼出不了球星的現狀 就是你不用打比賽 陳龍 杜鵬宇 王仁銘 說陳龍是第一 杜鵬宇是第二 王仁銘第三 但現在就是不用打 打十次可能九次都是這排位 路德來說是 真的是缺乏了很多的體力 前兩邊第一輪轉完之後 我跟同事開玩笑 你看這球 王仁銘這個球打得還是非常積極 連續的殺仗王 是運氣球 仗王 上點下王 那是比賽 我覺得現在的羽毛球 一個歐洲五大聯賽當中的一甲 真是不像原來了 真是沒有以前好看 原來每一層 你拿出對陣表 你也不能說出誰贏 可是現在一拿出對陣表 我就知道誰贏 這排第幾 這個排第幾 太明顯了 你剛才就屬於就是 沒就是很自然的你說第一第二第三 而且大家肯定也都認可 我覺得大多數人肯定也都認可 就跟這次林丹來參賽 所有的外界媒體也好 就觀眾也好 跟你講 林丹來了 那肯定就是林丹冠軍了 現在就是這麼一狀態 對 所以這個羽毛球比賽 現在這個作為一個項目 現在是一個低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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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烈 就是戒內 王正銘底線判斷失誤 21比12 林丹是2比0 戰勝了隊友王正銘 這樣呢 林丹就獲得了本次大失賽的決賽權 淘汰了魏女冠軍王正銘 在決賽當中林丹將和92年出生的中隊小將田厚威 來掙握公斤 現在這個作為一個項目 現在是一個低潮 戒內 就是戒內王正銘底線判斷失誤 21比12 林丹是2比0 戰勝了隊友王正銘 這樣呢 林丹就獲得了本次大失賽的 決賽權 淘汰了魏女冠軍王正銘 在決賽當中 林丹將和92年出生的中隊小將田厚威 來掙握公斤 在決賽中 林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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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丹